在桃源市复兴区的霞云溪上游处 那么在19号深夜 土石坍塌淹没了霞云溪河道 那么下游25人是紧急地撤离 安置或依亲 而在今天上午工程人员开怪手 进入到河道开挖 研判无一流的危险 已经解除了驱断道路的管制 那么居民也陆续返家 事发主要是霞云溪上游的 这个留峡谷土石坍塌 那么滑落到霞云溪淹没河道 而驱公所忧心一流发生意外 动员了警察与消防队员 撤离了下游7户的居民 共25人 在今天上午5点 桃源市政府相关局处 也前往会刊之后 确认河道未完全堵塞 已经解除了道路管制措施 并派员来开挖河道 而居民也已经陆续返家